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足球小將的新降臨 其實應該是新的吧? 因為我自己有所有降臨 我都會先預約 但是這次的降臨 他沒有幫我預約 我是極可能懷疑 對了 是剛剛推出的 猛虎的易閘 好像是小志強的SSR是第一次推出的 到了葵生5的降臨 一定是第一次推出 因為之前沒有葵生5的SSR 還有一個就是... 紳士什麼什麼 看不到 不要緊 小志強很明顯是東方的...那時候的... 降臨...不...那時候的版本 而葵生5是有直覺假身的... 細青? 是的 細青... 細青的時候 是的 細青 應該是細青的時候的... 那個造型 是的 因為他穿著一件日本的隊伍 加上是說直覺假身 應該也是細青的了 好 那就看看小志強究竟是怎樣的 SSR的小志強 猛虎的易閘 B的技能 是的 看到B的技能 SSR的時候 7900、6900、7300 這樣就... 不知道UR之後會怎樣呢? 那我自己是非常有興趣 升他做UR B的技能 OK的 那很明顯是力的全隊的了 應該是力的 那如果全隊力的話 大家應該要帶一些速度去打吧 這樣就比較方便了 對了 帶速度去打 記住 好了 那到葵生5看看 葵生5 剛才那招技我就真的... 應該是射門吧? 不知道啊 這個怎樣都是直覺假身 大哥 寫到明了 直覺 是的 難道直覺射球? 呵呵 那應該是直覺假身的C技來的 那我自己有隻... 自己也有隻SSR的猴身 但是是SR升上去的 那抽回來的 那技能應該就是... 嗯... 獨掛金歐 還是不知道... 應該是獨掛金歐來的 那但是就沒有個人的技的 那我相信直覺假身這支是非常之好用的 C的...C技能 但是有200威力 消費只有105 不錯不錯 那我自己喜歡葵生5 也是直覺假身吧 那大家看到其實葵生5是速度的 那帶回技能去就OK了 不是 帶回技的角色去 全隊技最好 通常遇到角色速的角色 全隊都是速的 這個最主要的重點要注意 只是帶回技 最後一個新的降臨 看看 這個也是直覺假身 但它消費用220 威力有200 喂 是直覺假身還是怎樣 現在連續兩個直覺假身 不是啊 這個直覺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 大家都是直覺 但它使用的這個... 它使用的體力是比較多的 220的 難道真的是直覺射球嗎 不管了 這件事不知道了 歐洲選拔什麼什麼 看不明白 好 那這個技是來的 如果大家要打的時候 帶回力啦 這樣就比較容易打 即是力速技的新降臨也推出了 這隻是力速技的新降臨也推出了 其實兩隻SR我覺得應該不會太難的 大家已經玩了兩個星期了 但是可能SSR的小智強要注意一下 對了 始終你如果說你的實力真的未必足夠 可能10萬的 10萬鬆一點的 你要打到夠分拿一隻的話 應該都... 就是... 集中練一下這個速度 對啦 集中練一下速度這樣KO他 會比較容易打的 那...大家注意一下 暫時還未有得打的 要6月27日的... 5點鐘 對啦 這樣就有得打這個SSR的小智強 開始他會一直推出的 那不用擔心 只會打一次的 那還有葵心就是7點鐘 27日記住是星期二 對啦 另外那隻也是啦 22點啊 即是... 9點鐘啦 對啦 香港時間的9點鐘啦 記得這三個新降臨 如果沒有角色使用的朋友 記得打吧 對啦 今天的小小... 今天的足球小象消息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觀看 喜歡記得按LIKE 又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每個小時都有 再多謝大家觀看我的頻道 不行 拍片 我們等下